導演蔡玉勳是捧出了金鐘影帝趙又廷 而這次新電影在找他來當男主角 兩個人上沈春華新節目的時候呢 沈春華也特勒說這部電影 他也有嘎一腳啊 當時他以為呢 導演有安排精彩的劇情 沒想到就只是呢 他最拿手的播新聞 金鐘影帝趙又廷帥氣的眼火警察角色 讓現實生活中不管男的女的都愛他 我可以當替身了 你有想要今年醫生嗎 不瞞你講 我今天撿這個頭就希望看起來跟你比較像 真的假的 哇 電影新片李趙又廷常常爆破戲 而且98%沒替身 原本想抱怨太辛苦 但每次看到導演蔡月薰拍爆破戲前 一定先親自體驗 讓他只好閉嘴 我心情很兩極 一方面我很知道他在幹嘛 他在安定軍心 那就製片的立場 我覺得導演了不起 但是就妻子的立場 我會覺得你神經病 真的喔 蔡月薰捧出了個金鐘影帝趙又廷 就讓主持人沈春華很羨慕 當我接到這個就是 呃蔡島這邊的電話 然後說要演一個這個主播的時候 黃柏我其實做了很多的幻想 我想搞不好因為這個導演會因為我表現好對不對 就幫我加戲 比如說突然我在攝影棚播報新聞的時候 我被這個匪徒這個闖入 然後挾持 陳春華的電影處女秀 演的是最拿手的主播 想必精湛演技一定得到觀眾肯定 總體新聞正步報導